赵瑞斯 这款粉色吊带裙不仅展现了赵瑞斯白皙的肌肤,更脱显了他优雅的气质 裙身上的印花设计独具匠心,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清新与活力 赵瑞斯配戴的粉色长相印与吊带裙完美搭配,脱显出他温暖可人的气质 除了服饰,赵瑞斯的配饰也同样引人注目 他佩戴的小花耳环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清纯气息,与他的甜美形象相得一张 飘动的发丝轻轻拂过他的脸颊,为他增添了几分轻盈与灵动 在片场,赵瑞斯与粉丝的互动也展现了他温柔的一面 他亲切地与粉丝交流,不时会出甜美的笑容,让人感受到他的清和力与温柔 这组日透照片不仅展现了赵瑞斯在新剧中的造型,更让人们期待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02.赵瑞斯人间水蜜桃 一袭水蓝色长裙独特盘发,微微一笑很清沉 近日,赵瑞斯在一次公开活动中,以其独特的盘发造型和蓝色长裙经验了众人 他的状态好到爆炸,生涂下依旧甜美动人,仿佛是从童话中走出的蓝色公主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赵瑞斯的这次时尚穿搭,感受他的魅力所在 一,优雅盘发,彰显高贵气质赵瑞斯此次的盘发造型,可以说是十分精致和考究 他将长发优雅地盘起,露出清晰的颈部线条和精致的五官 这种发型既拖显了他的高贵气质,又展现了他对细节的精致终求 同时,这种盘发造型也非常适合搭配各种礼服,能够完美地展现出女性的优雅与魅力 二,蓝色长裙,浪漫又清新雨盘发造型相得一张的是赵瑞斯身穿的蓝色长裙 这款长裙采用了柔和的蓝色调,给人一种清新、浪漫的感觉 裙子的剪裁也非常考骄,修身的设计完美地展现了赵瑞斯的身材曲线 同时又不失优雅大方 裙摆的设计则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使得整个造型更加一体和饱满 三,整体造型,甜美又时尚赵瑞斯的这次穿搭,可以说是将甜美与时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他通过盘发和蓝色长裙的搭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贵,优雅的公主形象 同时,他的甜美笑容和清新气质也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不少魅力 这种穿搭风格不仅适合出席各种正式场合,也能够成为日常穿搭的灵感来源 四,时尚启示,如何打造甜美公主分选择合适的发型 盘发是一个非常适合搭配礼服和长裙的发型,能够凸显出女性的高贵气质 同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发饰和发带来增加整体的时尚感 选择清新的色调,蓝色,粉色,白色等清新的色调都非常适合打造甜美公主分 这些颜色不仅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视觉感受,还能够凸显出女性的柔美气质 注重剪裁和层次感,在选择礼服和长裙时,要注重剪裁和层次感的设计 修身的剪裁能够展现出女性的身材曲线 而层次感的设计则能够增加整体的时尚感和立体感 搭配简约的配饰,在打造甜美公主分时,不需要过多的配饰来点缀 可以选择一些简约而精致的配饰来增加整体的时尚感,但不要过于繁琐和复杂 赵瑞斯的这次穿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时尚启示 他通过盘发和蓝色长裙的搭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甜美,优雅的公主形象 同时,他的穿搭风格也告诉我们,时尚不仅仅是追求潮流和新颖 更是要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 03.赵瑞斯新剧《徐我要眼》还没开播,同款穿搭也卖翻,新造型像娃娃 赵瑞斯去年偷偷藏不住收拾爆棚,今年他搭档胡珠夫人陈伟婷开拍新剧《徐我要眼》 之前一连串带着亲属与韵味的造型曝光,好评连连 日前赵瑞斯又把光泉黑旁客与粉红芭比两个新造型,造型风格大反转,让网友惊呼 这是在拍什么剧情啊?已开始期待此剧明年播出 《徐我要眼》改编自张月然的小说《大乔小乔》 讲述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许言,赵瑞斯是看似外表光鲜艳溢,内心却藏着被父母抛弃的童年创伤 他一路孤军奋战多年,才终于在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 为了与富二代男友陈浩明陈伟婷是结婚 他精心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最后成功嫁入婶家 却因出生背景,价值观的差异而分道扬镳 离婚后他又丢了工作,面对事业与婚姻的失败 他快速重振旗鼓,而陈浩明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许言 从此开启周期火葬场漫漫长路 赵瑞斯,陈伟婷搭档新剧《寻我耀眼》 开进当天借意外散发CP感,相当登队 之前赵瑞斯在偷偷藏不住成功打造可爱少女模样 剧中每一穿搭都掀起热潮 三志同款在网上卖到方调 不过当时他已坦言自己已不太适合 影像原剧《偷偷藏不住》将是最后一步 赵瑞斯偷偷藏不住剧中同款穿搭卖翻 掀起模仿风潮 网友还偏心整理出所有品牌及款式 果然这次他司调田妹标签 挑战应有原生家庭状况 但聪明清醒,有心机有手段的许言 剧中他是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之前多款造型接待着青熟女韵味 获得一片好评 剧都还没播 赵瑞斯许言同款就已变成商家的卖点 带货功率一流 近日赵瑞斯又把光两个新造型 却跟之前的清田成熟风大相径庭 让网友很吃惊 一是全黑旁客风 身微景身短洋装 外当牛仔外套 脖子上细着颈圈 头戴大蝴蝶结宽口帽 运移造型他全身粉红 无线牛仔背心搭喇叭裤 带黑矿大眼镜 手提黑包 脚踩黑色厚底凉鞋 很有粉红芭比的味道 网友大赞他根本就是芭比本芭 还拿出芭比的照片对比 加上他瘦了一圈更是美诈 赵瑞斯许我要演粉红造型爆光 被网友大赞根本是亚洲版芭比 赵瑞斯许我要演其中一款造型 左黑色旁客风 酷妹风格截然不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稍 mogelij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